疫情三年,經濟蕭條,轉工失業 已經是香港人的家常變化 機動電視台也不一樣 拍片賺到的錢並不多 要繼續拍片,就要多打幾份工 要揮爆公司的員工,靠YouTube的收入根本是不可能 所以請舅父的原因,並不是他有什麼才能 而是他課金課的最多來上班 每一個星期,我們都堅持把最有趣、最好笑的內容帶給觀眾 即使是虧錢,我們依然繼續做下去 但到了現在,我們需要你的幫忙 平時上班,不是拍片就是包口罩 做好事之餘,還有多一份收入 即使做其他工作 他們都抱著認真、嚴謹、安全的態度完成 如果拍片可以賺到錢的話 他們未必需要這樣 拍片,拍片也沒用 都沒有人拿廣告 唉…我也是人,不是其他人 現在只需要在我們的影片中下廣告 就可以幫到他們 而我們的影片將會開放30秒至1分鐘的廣告時間 無論你是劇情式,還是直入式 我們都可以滿足你 心動不如行動 激動需要你 要拍片 我聽你昨天給我的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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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